日暮时分的客人,作者安房之子,翻译彭义 贝街小巷有一家小店,是一家卖纽扣,线和衬里什么的小店 来到这里的顾客,大抵上都是左邻右舍的妈妈们 还有,就是那些喜欢织毛衣的女孩子们 你好,我要白色的缝纫机棉线 请给我七粒小贝壳纽扣 请给我五百克中等粗细的绿毛线 熟客们一边这样说着,一边一个接一个的推开玻璃门走了进来 哎哎,欢迎光临 每当这个时候,店主人山中就会脸上挂着笑容 从几乎快要贴到天花板的架子上,取下一团绿毛线 或是从抽屉里,拿出来七粒小贝壳纽扣,装到小口袋里递过去 织毛衣,裁剪这种事,山中是再熟悉不过了 干这行买卖,已经快十年了 像说起织一件毛衣需要多少线 缝一件衣服需要几米衬里 缝柔软的丝绸时,用几号的缝纫机线为好什么的 他远比街上的那些大婶们知道的清楚 不过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稀客 教会了他一件特别美丽的事情 那是一个初冬的日幕 山中正坐在现金出纳机前面的小凳子上,翻着碗抱 妻子在后面的厨房里,准备着晚餐的咖喱 话中慢慢地敲响了六点 他想,已经快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这时,玻璃门被推开了一条细缝 你好,我想买衬礼 有谁在说 哎哎,欢迎光临 山中放下报纸,猛地抬起头 可是,什么人也没有看到 山中站了起来 可是,依然还是什么人也没有看到 他觉得奇怪 就朝门口那边走了两三步 哎呦,门槛那里 竖着一直披着黑斗篷的黑猫 你好 猫又招呼了一遍 绿色的眼睛像绿宝石一样 盯着他们看久了 山中的心中七上八下的不安起来 他想,这可是一位不得了的顾客呀 你是什么地方的猫 山中问 黑猫一口气地回答道 是北厅中央大道鱼店的猫 北厅中央大道 这可远着呢 是乘巴士来的 还是乘电车来的 是乘刺骨寒风来的 山中扑斥一声 忍不住笑了出来 然后憋住笑,问 为什么从那么老远的地方来呀 猫喘了一口气 说了下去 其实,我是听说 南厅贝街小巷上 有一家非常好的衬礼店 我才来的 街上的大婶们有口皆碑 说不光东西品种多 主人还特别亲切 不管什么事情都会帮着出主意 山中耸了耸肩 背街小巷上这么一家 小的可怜的小店的风言风语 会传到巴士站 五站远之外的地方去吗 不过,倒没有什么不痛快的 山中笑呵呵地问 那么,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猫轻轻地把斗篷一翻 进到了店里 其实呀,我是想给这件黑斗篷 配上红色的李子 猫说 这黑斗篷是上等的山羊绒 好漂亮的斗篷啊 听山中这么一说 猫连连点头 是啊 听说今年的冬天格外冷 才狠下一条心做了一件 因为我特别怕冷 不过 今天听了气象厅发表的长期预报 说是不久西伯利亚的寒流就要来了 要是那么可怕的家伙来了 我非动死不可 所以 下了决心啊 决心给这件斗篷配上衬礼 可不是 配上衬礼就暖和多了 那么 你看这块怎么样 山中从衬礼的架子上 拿下来一捆橘黄色的布 想不到猫发出了一声尖叫 人造丝不行 那玩意儿撕拉撕拉的 手感一点都不好 请给我百分之百的丝绸 可真奢侈啊 山中惊呆了 这回 他从角落的架子上 把丝绸拿了出来 可猫盯着那皮布说 颜色不行 可是 你刚才不是说红的好吗 是 红是红 可我要的是炉火的颜色 这颜色 是太阳的颜色呀 见山中吃惊的看着眼前的布 猫在一边低声说道 请稍稍眯缝起眼睛 看一看吧 看 这是夏天正晌午的 太阳的颜色吧 火辣辣的 笑日葵也好 美人椒也好 西红柿也好 西瓜也好 全都一块燃烧起来了 不正是那个时候的颜色吗 山中轻轻点了点头 啊 这样说起来 带了点橘黄色的红里头 是有剩下的晃眼和痛苦 是这样 我有点懂了 山中眨不着眼睛 点了点头 猫静静的说 虽说整个说起来 红色是一种暖色 但那种温暖 却又是各种各样的 太阳的温暖 火炉的温暖 还有夜里窗口亮着的灯光的温暖 这全都不一样 还有 即使是火炉的温暖 又有匹柴火炉 煤气火炉和石油火炉 我最喜欢的是匹柴火炉的感觉 就是匹柴火炉一边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一边燃烧时的那种感觉 不过 还不仅仅是温暖 就这样 一颗心安歇下来 不知不觉的睡着了似的感觉 用不着担心什么不完全燃烧 煤气泄漏 一边想着森林丛林和原野 一边就能安心入睡 那种感觉 只有匹柴火炉才有啊 是这样 山中点了点头 猫说的 懂是懂了 可一旦要决定起颜色来 就又不知道选哪一种好了 店里的架子上 红色的衬里就有七种 有偏橘黄色的红 有带了点桃红色的红 还有像绽开的红玫瑰一样的深红色 山中犯愁了 猫仰头看着山中 这样说道 对不起 请把七种全部拿下来 摆到这里 可真是够折腾的 一边想 山中一边把用宝板卷起来的七捆衬里 从架子上拿了下来 竖着放到了猫的面前 让我舔一下行吗 猫说 说完也不等山中回话 就伸出红红的舌头 舔起步的边来了 威威这可不行 这全都是出售品啊 可猫却用绿色的眼睛瞥了山中一眼 说 不用担心 猫的唾沫立刻就干 一眨眼的功夫 就把七捆衬里的边全都舔了一遍 衬里的边被舔出了一个个小指尖大小的尸痕 各自的颜色更深了 猫哼哧哼哧的从头开始嗅着它们 不是把耳朵贴上去 就是轻轻的搓一搓 彻底的研究了一番之后 这才在搁在当中的一捆最浓最深的红布前面停了下来 就是它 就是它 它才是匹柴火炉的火的颜色 山中又一次凝视起猫看重的衬里来 然而 却怎么也看不出来 就模仿着猫的样子 从头开始 依次嗅了起来 把耳朵贴了上去 于是 它有点懂了 边上带了点桃红的红色衬里 有一股好闻的味道 那是像野玫瑰梅花一样的小花的亲切的甜甜的味道 山中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轻轻的闭上了眼睛 于是 一片没有尽头的香豌豆甜 就浮现在了眼帘里 香豌豆在风中摇曳着 一口同声的呼唤着 喂 喂 然后一起笑了起来 那亲切的辉煌的笑声 就像有无数面手骨被同时敲响了一样 什么样的感觉 被猫一问 山中回答道 这样是一种误入花田的感觉的颜色 喜不自尽 猫恩恩的点着头 非常好 渐渐的就会懂了 这虽然是一种轻飘飘的好颜色 但却不适合做斗篷的衬礼 要是配上了这样的衬礼 总像有谁在你耳边低声细语似的 沉不住气呀 那么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猫朝他边上的紫红色一指 嗯 这个素雅了一些 适合中年人 听山中这么一说 猫轻蔑地抖动着胡须 说 这样的判断方式不行呀 我舔过的地方 你好好看一看 用耳朵去听一听声音 请认真地去坐一遍 山中勉勉强抢照猫说的去坐了 然后 他嘟囔道 怎么搞的 这种颜色让人头昏脑胀的 像是被人灌了酒 一种被哄得舒舒服服的感觉 山中觉得自己仿佛是坐在了葡萄酒的坪底 坪底的山中烂醉如泥 从头顶到脚尖 全都染上了葡萄酒的颜色 而且 当那个头昏脑胀的脑袋突然醒过来的时候 从什么地方听到了曼陀灵的声音 叮叮叮叮 曼陀灵发出了古老的声音 这是一首山中知道的曲子 但山中怎么也记不起它的名字来了 那是一首什么歌呢 它一遍又一遍地听着 那本来是一首辉煌而欢快的曲子 但是到了最后 却要让人泪流满面了 怪了 怎么悲伤起来了呢 山中嘟囔道 这时 耳边响起了猫的声音 是的 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山中这才发现 眼前的猫在不断地点头 怎么说呢 偶尔屁屁这样趁里的斗篷还行 天天屁天天屁可就受不了了 所以 我还是觉得这边这种颜色最合适 一边这样说 一边站到了刚才自己指过的当中的衬礼前头 这种颜色怎么样 山中重新试起那衬礼来了 从那布料的里头 若隐若现地传来了匹柴燃烧的声音 而且 还有一种干透了的树的味道 用手摸上去 微微有点发热 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 嗯 这样一来 就能看到火苗了吧 听猫这么一说 山中眯封起眼睛看去 他真的在布里看到了一股小小的火苗 微弱的火苗飘摇不定 一点一点地扩展开来了 山中慢慢地点了点头 是这样啊 我懂了 寒冷而悲伤 忍受不了的时候 如果被这样的颜色裹住 也许立刻就解脱了 这种红不只是温暖 是一种让人安宁亲切的颜色呀 猫满足地点了点头 说 你总算是懂了 那么这个请给我减33厘米 山中取来长尺和剪刀 不多不少 剪下来33厘米 然后一边往小里叠一边说 不过谁来缝呢 缝衬里可是一件相当复杂的活呀 猫抽动了一下耳朵 答道 那人缝 那人过去是西式裁缝学院的猫 然后接过衬里的包 一脸认真的问 多少钱 山中扒拉了一下算盘 说500元 猫从斗篷里正好掏出来500元 恭恭敬敬地递给了山中 然后这样说道 这就告辞了 托你的福 这个冬天我又能活下去了 冲着行了一个礼要走的猫的背影 山中心情愉快地招呼道 喂 别急着走啊 一起吃一顿晚餐怎么样 我们家今天晚上吃咖喱 猫在门口那里回过头来 对不起 我不能接受您的好意 猫礼貌地拒绝了 那种又辣又浓的东西 不对我的胃口 下回 如果烧普鲁旺丝鱼汤的时候 请叫我一声 猫舞动了一下黑色的斗篷 出了店门 真是一个少见的家伙 山中缩着脖子 开始收拾起散落的衬里来了 红是红 还有匹柴火炉的红啊 颜色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啊 这样自言自语着 山中又琢磨起其他各种各样的颜色来 店里的架子上还有好多种衬里 有大海颜色的衬里 还有史车菊颜色的衬里 柠檬的黄色 还有油菜花的黄色 有四月森林的颜色 有八月森林的颜色 不管是哪一种颜色都静静的睡着 一旦把它们拿下来展开 就全都会唱起各自的歌 飘出各自的味道似的 山中还想和那只猫一起 一个一个慢慢的试一遍 再来呀 下回我一定请你吃普鲁旺斯鱼汤 山中嘟囔道 不知为什么变得那么兴奋 山中一个人不停地吹起了口哨 请皓森斯鱼汤